作词 李宗盛 你要钱房我 我得赚钱 養家 哪以為我都會養養養家 多賺點 算年 像這樣為了多賺點錢 甘願冒險打黑工的陶藝移工 在台灣很多 有人運氣好 碰到有良心的非法僱主 一個月的是給他 兩萬七的薪水 就是住我們自己的家 我生小孩 那段時間就真的很忙 然後我們家都沒有人 可以幫忙照顧 沒有時間去申請 還是去申請合法的 所以我們就請那個非法的 來我們家幫忙打掃 煮飯然後補小孩 但絕大多數 是遇到地下黑心仲介 有些是被騙的 因為可能人家介紹說 這邊工作很好做啊 然後你看你一天賺兩三千塊 這都是實拿 那等到他離開了 原來的雇主家以後 可能到外面想像不如預期 可是他已經離開了合法的工作場所 他就回不去 所以他也不敢再回頭 去找他的合法僱主 因為他怕被抓或被關要送回去 所以他有經濟上的壓力 他常常就會 不管在外面工作多辛苦 他都會忍耐 就是為了賺錢 只要是薪水高 值卻多 台灣人不願意做的工作 陶一移工搶著做 怕被抓 他們也常選擇咒服夜出 白天我在家 晚上 再出門上工 甚至甘願下海接客 出賣零肉 用淚水汗水 一點一滴震來的辛苦洗汗錢 不能隨便亂花 那氣身之處 只能隨便 他當然沒有辦法很注重生活品質 當然是席地而睡 或者是三五成群幾個一個房間 都是同鄉之間互相介紹 然後省房租錢 一個簡陋的房子 一些簡單的家具就可以居住了 那個還算好的 那有的甚至躲到合法的外勞的宿舍 去借宿一宿或打地庫 茶器的大部分來源 其實都是經過檢舉 或者是說發現 哪裡還有共同居住的 非法的失聯移工 我們也會去做茶茶 也有一些比如說 警方或是一些專案勤務 而產生的一些茶茶 像菜市場的攤販啊 因為你今天抓了一個 他說啊 第幾攤還有 類似這樣子 陶業移工抓不勝抓 要怎麼遏制打黑工歪風 恐怕是政府的一大課題 突發週新台北報導